那個雲端試算表它的妙用在哪裡 我想它一定有部分是跟那個Excel是一樣的 但是有部分是一定是跟Excel不一樣的 那雲端之所以會走雲端就是說呢 如果說今天我有一個Excel的檔案 那我希望讓別人去填寫某些資料 就像說我們上課第一堂課的時候呢 我會有一些想法就是 我希望先獲得各位的一些學習的訊息 那我才有辦法再針對各位的學習訊息 去做課程的設計 這樣設計出來的課程 才比較能夠達到大家的需求 大家預期的這個目標嘛 所以那我要怎麼取得這些相關訊息 以往大部分都是發個問卷 大家發一張填一點填完之後的話 我再來做怎麼做整理 那以前要把這些動作要把它做處理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你每個人填完之後 我拿回來我就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現在如果有雲端的試算表的話 這個問題就變很簡單了 因為你只要第一個你要先設計 設計什麼 你要先設計就是說 你需要同學填寫哪些資料 那哪些資料你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我就想了一個 比如說這邊的話我就想了一個 大概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的結構大概是一個表單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表單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有一個名稱 這個表單的名稱 然後呢底下會有一個 等於是副標題 第一個是標題 第二個是副標題 副標題你可以打也可以不打沒關係 就看你自己 那一般我會在副標題做一些說明 跟這個表單主要的用意為何 我為什麼要設計這個表單 那大概寫一下 讓同學比較清楚知道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會寫說 學習目標等等 讓你們知道說 我這個問卷主要是要取得底下 這相關的 跟這個有關係的訊息 那再來的話 底下就放了一個 比如說你們的名字啦 然後自我簡介啦 還有就是說呢 你們的電腦程度 有沒有 那電腦程度 還有底下是曾經上過電腦課 選課動機 然後期望 是否擔任班長 購書醫院 以沒有信箱等等的 那其實如果你想完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 就像以前你們 就是在Wall裡面設計好這個表單 然後印出來每個發一張 一樣的道理 發出去之後大家填 一個是用筆填 一個是在網路上填 那填完之後呢 如果說可以馬上 就到你的 Excel試算表裡面去的話 哇那實在太美好 為什麼 因為就已經變成說 以前要一個人處理的事情 現在變成大家都 蓄有掉這些工作 而且直接填 是你們填的 不是說我再轉手 再填 有時候會填錯嗎 減少一個人力上的浪費 第一個是提高效率的 第二個是也減少錯誤的 那真的是很沒有 而且現在網路大家幾乎都很方便使用 所以那這個表單該如何設計 從哪邊開始著手 首先的話 比如說你先想好了 我要做這樣的一個表單 接下來的話 我第一步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後結果 比如說每個人填完之後 大家的資料就在這裡了 那大家知道在這裡之後的話呢 是我自己可以看到 另外呢 當然也有一種需求 如果希望把這個表單秀給每一個人看的話 當然他還可以分享 也就是說呢 不只是說你們可以填 你們要看的話呢 我上個禮拜好像也提到 這邊應該是什麼呢 協同 奇怪他名稱又改了 所以他其實還在改 這個好像叫什麼 協同合作 那現在又改成這個什麼 他又改一個英文 他是不是還在更新吧 那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名稱我知道就好 剪下去 我如果要共用的話呢 這邊有網頁 以網頁發布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發布出去 那發布的這個工作表就是這個 把它發布出去的話呢 那將來 對方如果知道這個網址的話 就可以看到結果了 比如說我這個網址 我把它send e-mail 給一個朋友 那他可能開啟瀏覽器之後的話 把這個貼上去 他就可以看到所有內容 但是他不能修改 他只能看 不能修改 不能修改 那其實對大家應該已經很方便了 另外就是說呢 這麼長的網址 你也可以縮短 我上個禮拜也有講過 利用那個goo.gl那個縮短網址 你再把這個網址 比較短的網址告訴對方 那對方的話呢 以後記起來隨時可以上去看 另外呢 如果這個試算表裡面資料有update的話 他也會看到是update之後的結果 所以其實呢 這些動作呢 在以往都要寫程式 架設網架設伺服器才能完成的 現在呢完全不需要 而且呢 這個流程呢還算蠻簡單的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想我們舉這個例子來看 因為至少也要有一個sample 比如說 這邊我就以這個來當sample好了 像 以這個來看好了 比如說等一下 你們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我部落格裡面有一個叫 學習簽到部的東西 像這個學習簽到部呢 我希望說 如果你們將來呢 有來這邊 因為我有些普通資料放在這裡 那比如說你來過之後呢 我怎麼知道有人來到我的部落格 比如說他可以填一個 比如說老大學生 他的學號跟姓名填上去 比如說他填一個 然後他的姓名某某某 那填完之後的話 今天要打算學什麼呢 不要填這個 然後呢 留下足跡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學點東西 按提交 按提交的當下呢 我就收到他的訊息 我就收到訊息 那這邊會 會有幾個 查看先返回表單 那要怎麼樣做出像這樣子一個 比如說我們今天練習的話 先做這個好了 那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呢 在Google文件裡面 Google文件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的Google文件 已經放了非常多東西 因為我已經 算是大戶了 因為總共他給我那個 10GB空間 我已經用了9GB 9.2GB 反正90了 那我通常都 快要到95以上呢 我就把一些東西刪一刪 我又有東西 那我一直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才5塊錢美金而已 雖然最近那個台幣貶值 不過也貶不了多少 差不多頂多150 頂多160 5塊錢 30 150幾而已 也算是小錢 用那個刷卡刷一下就 就好了 不過目前還OK啦 因為它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再來 接下來就是說 剛剛那個表單 要怎麼設計出來 首先的話第一個呢 你們可以找到 在以後慢慢的 你要有個觀念 就是說 Google文件的使用 要先從這邊開始 如果你要開一個 新的什麼樣的檔案 如果是Word 就是像文件 PowerPoint 如果說你沒有 就是簡報 然後試算表 那我們要的是這一個 表單 表單 那你看它最近又多一個表格 實在太多 經常又在改 那 最底下這個 文件集是什麼呢 其實文件集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資料夾 就是類似這樣資料夾 也就是說 Google文件 有點像是網路上的 我是把它比較 當成那個網路上的檔案總管 因為它等於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放 那如果說你要管理的話 我都會建立文件集 然後把我要放的放在裡面 就會變成一個一個一個的資料夾 就像我旁邊這邊看到的 一個一個就是一個個文件集 那我們等一下要建立表單的話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先從這邊 然後呢找到表單 表單點進來之後呢 就是我剛剛的這個畫 就是我們要設計的 那怎麼設計呢 首先的話呢 上面你就填寫 比如說呢 一般的話呢 比如說有電話來電的紀錄 比如說可能有總機 或者其他人可能會接到一些電話 那這邊如果說我希望 就是說呢 將來讓這個員工可以再 就是說以往都會 比如說寫 用那個表格寫 寫一些紀錄 可是這個寫紀錄有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它寫完之後 還要再key到這個電腦上面呢 實際上並不是那麼方便 那這裡喔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的動作 有幾個地方 特別是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標題部分 標題部分的話 比如說我填某某公司的來電紀錄 那底下的話填一個副標題 然後讓員工知道說 要填一些哪些訊息 接下來的話 有幾個欄位 特別注意喔 這底下的欄位 第一個 那我要怎麼樣去填寫 比如說第一個是電話 電話或手機 那底下的話 就給他一個訊息 叫輸入來電者電話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來電者的姓名 因為電話嘛 再來是他姓名 第三個他的目的 可以用勾選的 那這個勾選呢 就他可能不只一個目的 他可能好幾個目的 那他可以讓這個員工 直接用勾選的 那另外除了沒有這些資料之外 底下有個其他 那他可以用其他 這邊也可以讓他直接key上去 另外的話呢 他來電的目的 那來電目的可能 需要key比較多 這個字的話呢 那這裡的話呢 就必須讓他去選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在改的時候呢 這邊旁邊有一支筆對不對 這個筆的話 就是所謂的編輯 編輯的話呢 底下這邊可以去選 也就是說呢 你要決定說 他界面上要長什麼樣子的話呢 第一個文字呢 文字長的就像這樣子 一個方塊 那如果說呢 字比較少 可以用文字 如果字要填的比較多的話呢 請你用段落文字 再來就是所謂的單 這個單選 那核選的話就上面這個 核選的話就是多選的意思 那底下這三個我用的比較少啦 一般喔 就用上面這四個 基本上呢 已經綽綽有餘了 底下這幾個喔 這個目前我還比較少用到喔 那另外 最後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完成喔 完成就是說 這個地方 如果你已經做完修改 那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有些內容呢 如果你希望使用者一定要打勾 才能 一定要填寫的話呢 那你這邊一定要打勾 就是呢 設為必要必達的問題 那最後按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多一個這個格子出來喔 那處理結果說明等等喔 那最後呢 再加一個固定主題 就完成這個列 那這裡我想喔 你們先 因為我把這個表單的範本喔 也把它傳到那個網路上面去喔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參考一下 192.168.1.10 進到我這邊喔 這邊有一個表單範例 類似像這樣一個範例 那你們 那你們 試試看喔 就是利用這個範例喔 來做出一個表單看看 那基本上那個流程喔 我把這個流程喔 我把這個流程 這邊 比如說這邊的流程喔 第一個喔 就是先 建立一個新的表單 然後呢 再把這個字填上去喔 這個地方 那底下這個喔 是自己斟酌 我看填一些 那第一個問題喔 就是來電者 電話 或手機 那這裡的話就給他什麼 給他文字 給他一個文字 不過喔 一般我說明文字喔 通常會給他 叫做格式 因為怕說喔 有一些人呢 比如說像 手 電話喔 那你就給他02- 比如說5896 比如說 5896- 這樣好了 如果 09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加一個dash 因為如果說 你沒有加dash的話 你沒有加dash 他會把這個 當成一個數字看待 那一個數字裡面呢 不會有0 所以他會自動把0給去掉 那如果有dash的話 他就會把它當文字看待 那最後這個地方按完成 第一個就完成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呢 他的姓名 所以你在這邊 把範例問題喔 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邊直接改成姓名 說明文字 這邊也把它改成必要 那姓名的話 這個 說明文字不需要 不需要範例了喔 那再來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是 來電目的 來電目的 那目的的話呢 怎麼加呢 新增項目 那來電目的是哪一個呢 核選方塊 對不對 有好幾個選項嘛 單選就只有一個 然後核選方塊點下去 比如來電 然後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 第三個 那最後的話喔 還有個其他對不對 怎麼增加其他呢 各位可以看到 新增其他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讓他自己key了 所以會有第三個 最後也把它按完成 這樣就完成第三個 那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比如說是 來電詳細目的說明 那怎麼 新增項目對不對 這邊應該是哪一個呢 段落文字 那也是設為一定要必須要回答的 好那再來還有就是 最後還有什麼呢 來電者問題是否解決 那這邊是什麼呢 這個是單選 圈圈記得是單選喔 所以新增項目單選 然後這邊的話呢 標題就是 來電 說明文字是需要 這邊第一個問題就是 是嘛 所以就是打一個是 這邊要有個佛 是佛 應該沒有其他的吧 是佛 還有其他 其他的話呢 你可以這邊新增一個其他 所以會有1 2 3 三個答案 最後按必須要回答完成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處理結果說明 處理結果說明 那處理結果說明的話呢 這邊應該是什麼呢 段落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呢 段落文字 段落文字 也是必須要回答的 最後還有沒有 最後還有沒有 最後還有一個是 承辦人 是誰承辦人 那你這邊的話呢 新增 一定只有單選 一個人 單選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 然後某某某 某某 大概給他3個左右 好 設為 好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表格 這個表單的設計 我想你們先試著 先利用這個當成範例 來試試看表單的建立 好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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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